歡迎大家來到Key TV 又是Key Man講西京 很明顯我都記得名字 就是一個系列地做下去 先講講上一集 講到剛剛出道的時候 怎樣入行 很多人都踴躍留言 看來都是對波波很有興趣 話說題目就是問大家 你猜我第一份評述的時候的工作 兼職做幕後兼講波 一場波人工是多少錢呢 結果答案就是一千大件 一千元很多 所以上一集講起的時候 我都笑真心多 你問人工是萬二元 但如果你能夠講幾場波一個月 發起來十場八場 想起都笑 恭喜了 有幾位得獎者 其實很多人答中的 不過我精選了三位得獎者 會得到金球 一個 大家看到你的名字 就恭喜你了 這三位朋友 我希望你 可以INBOX找回我 告訴我 你就是我 不 你就是你 我就會按照索器找到你 然後 就會 每人送回兩個 Adidas波波給大家 這個是三號波 不要誤會 不是五號波 是三號波 來的 擺設 小朋友玩到 非常一流 OK 今天繼續 我就想一想 不要講到這麼舊的東西 上一次講入行 過三十年前 你有興趣就多謝你 有很多小朋友說 什麼事 你說了什麼 還未出生 OK 今天跳一跳 講近一點 真是講西遊記 真是講前兩年 就是看回 現在2024十月中 其實兩年前 2022十月中 我做了什麼事呢 就是去了卡塔爾 這個地方 登登 看看地圖 世界地圖 卡塔爾 確實是在 香港的西邊 卡塔爾 來到今時今日 我已經是很熟 我已經前天去了三次 每次留的時間不同 那 今天呢 主要就要先講回 第一次 對 講三個東西 和大家 就是講一下 卡塔爾 2022世界盃 為什麼我想去 怎麼可以去 還有為什麼我差點不想去 唉 只是講這三個東西 好了 如果那時光一轉兩年 遲2022世界盃 你見到什麼時候 當時 疫情呢 是的 疫情呢 當然已經是 去到2022 即是接近尾聲 當然已經影響了 2021年的東京奧運會 即是沒有觀眾可言 所以去到2022年世界盃 這個時候呢 其實大家的心裏 全世界的人都是 看著 會不會搞成 如果搞成 就可以說 被人感覺到世界回復 正常了 結果正常了 但是香港呢 香港是 疫情之際呢 差不多是最遲 一個解除這個口罩令等等 那 但是這件事沒有影響我 我為什麼想去 為什麼想去 其實一講很簡單 因為呢 美斯也是神那麼早 當時 雖然我不介意他騙我 他當時呢 就說 2022世界盃是他最後一屆了 那聽到這件事 即是心裏面一沉 都覺得 唉 即是還未見證到你 可以坐正 那無論如何 如果最後機會都要搏搏 這樣 講一講的心路歷程 告訴大家 其實呢 我講這個 講經事件呢 都是想 借題發揮一下 其中一個 借題發揮呢 就是想講一下 做 傳媒 體育傳媒 做廣播這一行 究竟是一個什麼情況呢 希望每次呢 即是講多一點點 講多一點點 給大家了解一下 如果以往呢 當我入了行之後 由part time 變成full time 到就算是freelance 都好 其實呢 你基本上 如果要參與任何的平術工作 無論是week in week out的聯賽 還是四年一度的杯賽都好 其實都是 基本上是等運動 即是等人叫你的 因為 無論你有約 有約就OK 那你很大機會要開工 對吧 但你都不知道你會講哪些球 好了 可能你無約了 freelance 就是無約 聽就好聽 自由工作者 無約就 都未必會找你 人家有很多合約的同事 為什麼要找一個無約的同事呢 這個身份呢 有機會我都想再分享多一點 因為我都做了這個角色 都十年八載的了 都很有感受 好 OK 那就說回了 在2022年 因為比賽是年尾 很可愛 他又將世界杯擺去11月至12月舉行 當時對很多人來說 更加覺得 遲些才算 所以踏入了2022年 大家都未感受到 urgency 我沒有記錯 通常大家都是看到哪一個台會播 世界杯才開始感受到世界杯 那2022年因為疫情影響 各個台都是有少許按迫不動 直到 我懷疑都是 在半年前 世界杯半年前左右 才ViuTV NOWTV 就告訴大家 會是他們轉播的 OK 那講到剛才我的背景 體育傳媒 大家都是等運到 當我知道了這個情況之後 因為我是自由工作者 那我要做什麼呢 我當然不可以等運到 大哥你是誰 我就主動出擊 找有關的人士 敲門 軚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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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問問一下你們 descobrim 我不是這麼直接的 我想問你們到時會不會派人去 去現場 哈哈哈哈 因為我本身是想去現場 那我就問有關的電視角 會不會派人去現場 因為我問的時候都很早,所以大家就沒有答案 我在這勾頭,我希望有人找我 但與此同時我都希望主動出擊 於是我就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要報警 請假,入子申請,就是找老婆帶人問 所以我問了,是吧? 一整天早上,其實未有得播不播之際 我已經跟她說,喂!厲害了! 今年2022世界盃,全世界恢復正常啦! 還有美斯最後一屆 我老婆聽到,當然無可無不可 見你幾十年都是跟我的球有關的 那怎麼辦呢? 我到時都是想去看的 那我太太就,就去咯 那她在最早的時候被發出了綠燈之後 我就覺得,喂! 想了,想了怎麼做 安樂了,可以去了 不過這樣,之後其實要再度請示 嗯,因為我去意已決 所以我就在那裡想了,嗯! 卡塔比未去過啦! 那首先呢,有幾件事一定要知道 是去不去到,首先就是 因為那時疫情,其實全世界都開始回復正常啦! 但香港出入境那些比較麻煩些,又要隔離啊那些的 所以那時一直都是按兵不動,就不理著先 即是要隔離都沒辦法啦! 但問定呢,就是阿Pete,我們的波菲大王 就是,喂!世界杯的票怎樣啊! 跟著就,喂!世界杯的酒店怎樣啊! 這樣,那得到她的回復呢,一直都是比較是… 喂!她啦!綠燈來的! 因為她自己呢,神任祖也都預備了,因為她已經飛了去外國 所以她是比較… free as a bird 一點啦! 她已經說,我一定去的啦!那你怎樣啊! 那我還記得呢,我就… 雖然不敢百分百肯定我… 即是去到啦,但我就開始做很多前期的事啦! 如果大家有印象,其實我在Keytip裡面都做很多 倒數世界杯,又回味以往世界杯,呀! 搞這些搞露的東西,就一直製造一些氣氛 亦都等自己慢慢入局,就是去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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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大概呢,就是去到八、九月左右啦! 我覺得開始時…八月左右啦! 我覺得時態就開始嚴謹了! 喂!你說我很想去而已,那你就是走的啦! 那…再問兩個關鍵,第一個問一下老婆先 喂!我真的打算去啦! 就是… 就是… 月年尾的時候… 她說… 答案的口風都是一樣的,她說,你就是去啦! 不過你不是去玩嗎? 去做事嗎? 一言驚醒夢中人,那我… 哇!我當然是…去做事啦! 是… 因為這麼大的兒子,其實我都沒什麼試過,真的… 有的! 衛斯蘭也有去過! 就是… 一個短trip這樣,是真的去看球, 但如果整個 tournament,我真的… 就是… 每次都是去做事的! 那做事的… 牌面就… 就是… 清晰一些嘛! 你去做事吧! 你不是去玩,雖然心裏面都是… 耶!去玩!去癲! 對啦! 好像火警一樣,很緊張啦! 那麼… 請示了太太之後呢, 那就是… 心裏面都是這樣想, 即是… 沒有理由… 即是… 啊! 自己就這樣去… 即是… 玩的啦! 可不可以找到東西做呢? 於是… 再找… 幾個關鍵的Party, 第一個就是電視台, 這樣啦! 一路還在聊天之際呢! 其實還有另一個sponsor, 我是很想拘捕的! 是啊! 我現在在做這個社交媒體, 大家都明白的了,應該… 其實已經跟以前是另一個世界, 跟我們做傳統的媒體, 印刷、電子、什麼都好, 其實… 我就算以前做這些媒體, 我都不只是做幕前的角色, 做幕前的角色是最風流的, 時間是上機的而已, 後面有很多事情要做的, 包括你要準備啦, 你要去call sales, 你要marketing, 你要找人合作, 那當你變回做social media, 就是一條人, 一腳踢, 那就要拘捕了, 所以我… 除了電視台之外, 我最早就拘捕就是… 航空公司, 因為在我的印象中, 我一向覺得卡塔爾 就是代表著… 卡塔爾航空了, 是不是? 你是不是? 卡塔爾你還想到哪個牌子, 當然是卡塔爾航空了, 所以我很早就找卡塔爾航空了, 一路就是敲門, cold call, 喝咖啡等等, 那卡塔爾航空呢, 是很nice, 而且他們是一間超級巨型的公司來的, 那當然, 他對於我的小薯仔, 他都很有禮貌, 不過就… 沒有答覆了我, 那甚至後來呢, 就被我連回追問之後, 他就說, 喂, Sorry呀, 我們世界杯期間, 那些機位真的很緊張, 應該不行的, 真的不行, 唉, 因為你知道, 一來機票難買, 二來, 真的很貴, 在世界杯那時候, 那個對我來說有些打擊, 直到有一天, 大概是9月頭, 突然之間, 卡塔爾航空再找我, 他說,喂, 你好, 就… 有個消息想告訴你, 世界杯期間就送你去不了, 但是我們現在呢, 在10月中, 有個位, 可以去喔, 你去不去呀? 蛤? 10月中? 是啊, 10月中去幾天, 就回來的了, 哈哈, 那不是10月中, 要等到11月, 但是去幾天而已, 那我想了, 今次想了久一點, 想了幾分鐘, 就回覆他, 當然去啦, 拜拜, 結果發現, 卡塔爾航空送我一對翼, 這一次呢, 是真是很重要的, 因為呢, 其實我到卡塔爾, 真是一無所知, 還要是一無所知到一個地步, 我非洲, 以往, 世界杯都去過, 南美洲都去過, 但是真是中東是未去過, 卡塔爾, 除了以前多哈亞運, 真是沒什麼怎麼聽過, 所以其實我超陌生, 但是呢, 因為我知道, 我要令到我在世界杯期間, 要去到的話呢, 其實我要做很多事情的, 除了不斷招惹, 準備各樣的資訊之外呢, 其實我是要準備定, 我在世界杯期間, 如果去了現場的所有衣食住行的, 那雖然有多菲大王, 可以問你問路, 但是再好, 我都是不知道, 還有我究竟可以去到現場做什麼呢, 我都不知道的, 所以呢, 十月中, 竟然可以去到一程之下, 那一次呢, 其實對我來說, 結果是相當關鍵的, 好了, 那就, 結果呢, 十月, 其實去了三萬的, 四日三夜, 很短的, 那麼, 卡太平洋空對我很好, 因為, 我這麼大的兒子, 都第一次坐頭等, 他們那個叫做QSuite, 今時今日, 再去再提一次大家, 看一下, QSuite真是很棒, 即是想想在空中可以躺平, 這些不是我想恨的東西, 不過就是, 多謝他們送了我一程, 那麼去到之後呢, 我真是很記得的, 雖然我本身的人, 從小到大呢, 都是, 但是, 一隻工, 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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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圍去, 都, 沒有又怕的, 但是, 真是, 下機第一次, 四十幾度的, 卡塔爾, 鬧市, 戴著他的口罩, 在那邊走的時候呢, 我心裏都真的覺得, 究竟我在哪裏, 陌生到陣, 是, 但是, 無論如何, 在那四十三天裏面, 結果我就, 熟悉了很多卡塔爾, 包括, 原來他們的交通是非常之方便, 是, 地方是不大, 氣候是很熱的, 但是你頂得住的話, 就, 問題不是很大, 因為很多室內的地方, 還有, 認識到, 當地人呢, 就鋪了路, 令到我在, 小小杯期間呢, 就找到地方住, 就不用捱, 很貴的租, 不過, 住那個民宿呢, 又是另一段故事, 我想在下集會再說, 好了, 去到呢, 結果呢, 做了很多嘗試, 在現場呢, 包括呢, 用電話訊號, 就是, 用5G, 就是, 上網, 嘗試一下, 可不可以在現場做Live, 就跟香港的電視台去, 對話到啦, 因為呢, 當時大家都, 電視台都想, 給我們試做這個工作的啦, 但是呢, 行不行啊, 這樣, 但我又不會帶隊 crew去的嘛, 也都我沒有這樣的本錢, 那我就說, 是啊, 我one man band幫你搞定啦, 那結果呢, 也都在那次, 嘗試裡面, 就發現, 咦, 行啊, 我直到呢, 卡里發那個球場, 我最熟悉的是這個球場, 以前亞運都在那裏搞, 這樣呢, 就在那裏, 嘗試做那些對談, 那些訊號都幾OK啊, 都很清晰啊, 這樣, 大家就開始安樂些, 夠膽說, 好,到時或者給你就做這個, 特派記者啦, 這樣, 那對我來說很重要的, 因為呢, 有一個, 電視台特派記者的角色呢, 我就會有很多東西, 更加暢順啦, 那這個我在下集說, 七日盃期間, 那一段行程再同一個, 那我告訴你, 為什麼我這麼恨去啦, 美斯拉斯啦, 怎樣才可以去啦, 要拗啦, 那我還沒說得到, 究竟我拗不拗到東西的, 那但是呢, 我可以夠膽說, 我在做了這麼多年, 無論是幫人打工, 還是自僱, 還是開公司都好, 最勤力去做銷售, 去說服大家, 去支持我這個, 一個人在圖上, 都恐怕兩年前這一次, 我下一次可以詳細一點跟大家說, 那結果呢, 他試了, 也都心裏面有底, 知道大概當地衣食住行, 各樣的出境入境, 有些什麼情況, 準備回來了, 準備回來了, 知道是發生了一件事, 發生了這件事呢, 是令到我覺得, 我在回程那部飛機的時候, 我一想, 我還是不再去了, 世界補期間我還是不去了, 這件事真是很大的, 對我來說, 是什麼事呢? 話說, 我一直說, 卡塔尤空對我很好, 他們提醒我, 我們預備了, 是在Lounge那裡, 你回程的時候, 早點去到機場, 就上去Lounge那裡, 我們就會有, 很好的晚餐給你, 可以嘗試一下, 那我心裏面都, 好啊, 正啊, 那結果呢, 那晚呢, 就去到機場, 都早, 那部機, 我記得是1點40分左右, 深夜1點40分, 那我應該是10點多去到, 結果呢, 到10點多的時候呢, 發生了一些事, 令到我在, 12點多凌晨的時候, 應該已經進去吃東西, 準備上機的時候, 12點多呢, 深夜, 我是在, 卡塔爾市中心, 坐著一輛不知去哪裏的的士, 在廖無人煙的公路上面, 兜來兜來兜來, 這件事呢, 令我呢, 覺得, 我不想再回來這些地方, 那究竟發生什麼事呢, 其實就是, 因為說回當時是疫情嘛, 那疫情的時候呢, 每個地方都有不同的要求, 香港政府就要求, 就要有一個, 呃, 報告的, 那個報告呢, 就說你當然是, 呃, 沒有這個, 疫症啦, 那你才可以上機, 和可以到香港, 那, 那個報告呢, 其實當時就是上網做的, 那, 我很記得呢, 裡面的字眼就是說, 你可以去, 公眾的醫療地方去, 去尿鼻啦, 或者你自己, 自己查都可以的, 那我就自己查了啦, 那大家就知道, 拍了那個測試, 那我就查了啦, 那去到機場的時候呢, 那我又忘了找, 卡太平航空的朋友幫我, 快速進去裡面, 結果呢, 就排隊, 在查進去的時候呢, 那機場的人就問我, 喂, 你去香港, 那你要有這個報告的喔, 我問這個報告, 我就有了, 我就拍了, 他說不是要這個報告的, 是要去醫療中心, 尿鼻的那些, 哈哈哈, 我說怎麼會啊, 我認識一些朋友, 在香港回來, 都沒有的, 都是自己查的, 好啦, 出事就是, 在剛才我剛剛這個反應裡面, 你覺得剛才我那個, 那個對話, 表情有什麼出事? 我好記得那位叔叔, 即是在處理我這件事那個, 他就, 走過來問我, 他說,喂, 剛才跟你聊的時候呢, 你笑什麼? What are you loving at? 問我笑什麼? 那我只能再苦笑一下, 那我心裡都已經覺得, 唉, 這次論壯, 因為呢, 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人, 看不同的面孔, 看不同的面口, 可能是有不同的, 那在這個情況之下呢, 結果他就開始為難我了, 他不讓我做登記, 不讓我check in, 他要我去尿備, 那我現在, 當時已經搞了11點多, 12點多, 他去哪裏尿備, 他說我們有24小時, 結果就搞路呢, 就帶了我去搭的士, 那去呢, 我很記得那個關鍵就是, 問那個工作人員, 我說你不行, 你帶我出去, 確保那個司機知道要趕著回來, 接著他出去跟那個司機說的時候, 那個司機說, 哦, 醫療中心, 我知道, 行了, OK, 很有信心, 其中我上去車, 就是去了Google Map上面的醫療中心, 但是呢, 結果去到就, 沒有燈了, 關了的了, 還有整條街尿無人煙, 我跟他一起下車, 站在那條公路的時候, 我覺得當時發生什麼事, 都不會有人知道的, 唉, 那我想著呢, 都將會miss這部機, 因為已經玩到12點多, 部機是1點多, 大家都知道正常check in, 搞這些搞路, 你每一小時都不行的, 結果呢, 好在我就叫局司機和工作人員, 就打了一次電話, 他打回去的時候, 第一次就說, 沒得撩啊, 對面說, 啊,你都要找啊, 找個第二間, 好在大概一兩三分鐘之後, 他再打過來的話, 唉, 不用撩鼻了, 你現在快點回來機場吧, 那我那時候呢, 我真是百感交集, 我一方面其實我是很生氣, 那我當然是很生氣的, 那我當然是很生氣的, 而我又覺得是慶幸, 咦, 看來我有機會可以趕得及回機場, 起碼或者見到人, 那好啦, 結果呢, 飛車回到機場的時候, 有想為證, 差不多已經是1點鐘了, 結果呢, 就是有關的航空公司, 就安排突發, 因為其實當時沒有人確認的了, 要給我一條特別通道, 我立刻確認, 立刻驗行李, 跟著進去裡面呢, 還要堆駕那輛呼球車呢, 撇車這樣, 在很大的卡塔比機場, 撇到去, 進去飛機那個位, 大概整個過程, check in, 用了15分鐘, 上到飛機, 雖然都是坐頭等, 但是我呢, 真是甚麼心情都沒有了, 結果那程整整整都睡了, 很生氣, 亦都在心裏面想, 我世界杯都是不來的, 唉, 但結果呢, 回到香港上空, 看到的時候, 睡了一覺, 心想, 這次都是我壞的, 其實去到不同的地方, 除了大開難界之外, 真的要學很多, 跟人相處, 其中一件事呢, 我一向都是, 就是差的, 做得不夠好, 一去到其他地方, 就hyper了, 亂來, 例如剛剛那次, 10月, 其實我在卡塔爾, 經常都被那些人, 禁止我拍照, 包括很多實況, 趕你那些, 不過去到世界杯另一個世界, 下一集世界杯再說, 最不好呢, 就是, 我覺得個人不夠謙卑, 經常覺得自己是大之爺, 尤其是你揹著一個記者證的時候, 你覺得, 喂, 記者來的喔, 喂, 媒體喔, 雖然, 10月那一次, 我都不是記者, 但你就會覺得, 做甚麼呢, 難免, 有時候個人, 真的不夠humble, 就會遭殃, 被他們見到, 我們那些香港人, 哇, 又大聲又吵, 又沒有禮貌, 是呀, 其實這件事, 我經常都想回頭, 都真的要戒, 其實呢, 出去, 見世面呢, 其中一件事要學, 真是個人, 一定要堪博, 一定要謙卑, 所以想回頭, 那位叔叔, 見到我那一笑, 問, 為你愛你一天的時候, 其實我是, 真的不對, 即是你以為你好笑嗎? 其實在人家眼中, 覺得你沒有禮貌, 輕視他, 所以, 未下機之前, 我就是跟自己說, 都是你坐, 你應該要學習一下, 那所以呢, 雖然, 曾經, 令到我很生氣, 很不開心, 但是, 亦都是上了一火, 那, 所以, 之後回來, 都是決定, 好, 來緊洗一杯, 我一定要, 一個人再吐傷, 可以盛行, 那所以, 之後回來, 那一個多月, 我就很努力, 去準備我一個人成團, 有很多事情, 包括行程, 包括, 合作單位, outload, sponsor, 找票, 住宿, 機票, 等等, 很多事情要做, 不過, 說回, 這個, 所有的準備, 都是很開心的, 因為, 那裡有很多事情要說, 所以, 下一集, 先和大家說, 好了, 今集, 照舊, 我也想繼續送, 波波給大家, 那, 問一個問題, 好嗎? 這個問題, 這次是Open End的, 因為大家都很踴躍, 我想鼓勵大家, 都是送給三位朋友, 今次這個題目, 就是這樣的, 我自己, 從小到大, 我發現, 我很喜歡一個人, 做任何事情, 這個卡塔比之行, 就是一個人, 在圖上, 一個人, 成行, 小時候, 我最大膽, 最享受, 就是一個人去看電影, 那,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 你又試過, 一個人做了些什麼? 是的, 只是說一個, 你的一個人的經歷, 給我聽就可以了, 那我就會精選三位朋友, 有趣的, 或者, 鼓勵不到的, 那, 留言不用寫很長的, 那, 當然, 你如果說, 我很詳盡的形容給我們聽, 那可能會令我印象深刻一些, 那更好, 但是, 也都不需要的, 不過, 我是說真人真事, 你不要說作啊, 就是, 一個人去了食人族, 整個位思理故事作出來, 那, 那就不好了, 好嗎? 那, 大家就請留言, 那, 我會在三日內的影片, 出街三日內, 就截的了, 好了, 等你了, 那, 這一集呢, CMAN西遊記, CMAN講西記, 來到尾聲了, 哇, 我猜不到, 我講了差不多二十幾分鐘, 希望不會悶到大家了, 那, 我打算下一集呢, 就是繼續講, 這個卡塔爾世界盃見證之路的, 因為, 這一屆西海盃, 確實真的很難看, 除了一腳踢之外呢, 就是香港沒有幾多個人, 是飛了過去的, 所以呢, 更加感受深刻, 好的, 留下集再談, 留言再說, 拜拜! 請幫助描述, 請問被描述 判案,